基隆家福中心主任制赠感谢状给老板吕正龙 感谢他招待家福的学生家庭跟志工观赏励志国片 吕正龙说太风礼品在基隆生耕70年 一路走来感谢家人的陪伴和社会大众的支持 让他们克服许多困难跟挑战 因此抱着感恩的心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做公益 希望透过魏德胜导演最新拍摄的电影 来鼓励大家用正面乐观的心迎接人生的挑战 从69年创业到现在迈入明年的70周年 那么为了感谢爸爸吕敏金还有妈妈吕成月勤 他们手牵手闭路蓝旅 闯过了各种的困难 一直经营了公司到现在 那么受到了社会大众各界的给我们的滋润滋养 让我们能够茁壮成长 那么抱着这个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来支持魏德胜导演 这部感人的电影叫做Big 所以我们特别跟家福中心来合作 招待所有基隆市家福中心的学生 来观看这部电影 那么也感谢 藉由这个机会来感谢社会大众 这么长年以来对我们太风 离平美术有限公司的支持 透过这个Big的电影 真的是把我们平常所有的感动 都完全是激励出来 连这么小的小孩都这么勇敢 那我们很健全的身体 我们只要愿意有心 再加上行动 再加上练习 不断的练习 我相信我们社会一定是会善的循环 其实这部电影很励志 当我们人生在最无助的时候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拼杀 即使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 但是我们也不惧怕 即使我们是小小的小孩 我们也可以面对很强大的力量 然后努力往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向上的意义 所以他取叫Big 我非常的惊讶 非常惊讶 而且非常有创意 那我觉得这部跟孩子很贴近 我特别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太风 这个离平 因为他跟我们是这个资源 还有来帮忙家福 我真的已经超过一二十年 而且是第二代了 而且我在电影里面也有看到 他们来非常热忠来赞助这部影片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感人 岁末年终的时刻 基隆家福中心感谢吕老板的爱心之外 也感谢许多善心团体 将满满的爱与社会资源 分享给家福中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感谢您的观看